好 其实在中华职棒上呢 徐生鸣确实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他突然离开大家 也让大家觉得很错愕 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的职棒生涯 其实说起来也是大起大落四个字 因为他32岁年纪轻轻 就当上了魏权龙的总教练 当时夺下了三连霸 不过2008年的时候他接手新农牛 哇 战绩却不好 他还一度被撤换掉 他甚至不愿意配合打假球 结果被歹徒刺伤了臀部 不过让徐生鸣最遗憾的 就是2004年前进雅典奥运 中华队跟四强无缘 所以他回国之后身体爆坏 立刻还去换肾 跟他同期打绍棒的李居民呢 强调说徐生鸣是一个 不对命运屈服的人 这在他的棒球路上 就是坚持他的力量 这是球场上叱咤风云的徐生鸣 这是大病出狱走过生死关头的徐生鸣 人世纪遇起起落落 得从那些年的冠军队说起 徐生鸣32岁就当上魏拳龙总教练 1999年夺下三连霸 让他坐有中华职棒最年轻总教练头衔 只不过名气大了 黑道也找上门了 同年4月徐生鸣忽然遭到歹徒 刺中大腿和臀部四刀 正因为不愿配合打假球 惹来杀身之祸 和他同期打绍棒的李居民 感触两多 徐生鸣从不向命运屈服 2004年雅典奥运这一仗 中华队虽败游荣 阶阶的全迷翻出海报和加油声 墨镜下的徐生鸣淡淡微笑 但当时徐总的肾脏病已经拉紧爆 回国后立刻换肾 当年不能打进四墙 是他棒球生涯一大遗憾 2008年徐生鸣接手新龙牛 战机不佳 还被换掉总教练 高度的自我要求 是外界给徐生鸣的一贯评价 早年当然就是说 球员有些状况 他会当场去斥责他们 那现在他个性改比较多了 不过我想他对于胜负 就是尤其要赢球 那个自我要求还是相当高 徐生鸣促势难过的 不只是球员连体育主播徐展元也深表痛心 原徐展元得喊徐生鸣一声唐书 徐生鸣在高雄美农的老家隔壁 还是徐展元家的三合院 台湾职棒最传奇总教练 戏剧戏性能一声落幕 就像球赛高潮迭起 只是没想到人生球赛的九局下半 会结束的这么突然 徐生鸣国相军出身台北 采访报道